撒加利亚书第十章 在春雨的季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 耶和华闪发雷电 给人降雨 使个人的田地生长蔬菜 因为偶像所说的是空盐 占卜者所见的是虚晃 他们所说的是假梦 只给人空洞的安慰 因此众人都如羊没有牧人 流离困苦 我的怒气要向这些牧人发作 我要惩罚那些公山羊 因为万坚之耶和华眷顾他的羊群尤大家 使他们向战场上熊啾啾的战马 防脚石 掌棚庄 作战的工 和所有的统治者都从尤大而出 他们必向勇士 在战场上把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 他们必征战 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他们必使敌方的骑士羞愧 我要使由大家强盛起来 我必拯救约瑟家 我要使他们归回 因为我怜悯他们 他们好像未遭我弃绝一样 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 以法连人必向勇士 他们心中快乐 好像饮了酒一样 他们的子孙看见了也必快乐 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欢乐 我要向他们吹哨子 招聚他们 因为我救赎了他们 他们的人数要增多 像从前一样 虽然我把他们散播在万民中 他们仍要在远方纪念我 他们与他们的子孙都要存活 并且归回 我要使他们从埃及地归回 从亚树地招聚他们 带他们到激烈地和黎巴嫩山 却仍不够容纳他们 他必经过苦难的海 击打海中的波浪 尼罗河的深处也都要干涸 亚树的骄傲必降为悲 埃及的权势要过去 我必使我的子民因耶和华而强盛 他们要奉耶和华的民行事为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品牌